Hello 大家好 今次我和大家分享一個非常簡單又平民的食物 拌麵 用到鮮米線、鮮雲吞、肉碎 就做一個非常野味的晚餐 這個晚餐我想你一個人吃 吃完一碟可能想添多一碟 這個醬汁酸酸辣辣的 就不要說晚餐 任何時間都想吃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不熟不食 我是Author 我們今集是一個非常簡單野味 我相信喜歡吃米線或者辣的朋友 應該都很喜歡的 我們講一講今天是打完風的另外一天 就是說我雪櫃有些食物是想處理它 用它 所以是一個非常簡單你可以任意配搭的 我們今集會用到肉碎、雲吞、米線 你可以轉其他東西 譬如用牛肉 或者加海鮮也OK的 今集是一個稍微的風味就是辣的 如果不吃辣 我想可能你要改一改吃法 因為今集的主角是一些脆椒 就是用脆椒去剷肉碎 將它變成一個很好吃、很便宜的拌麵 我們今集會用到一些新鮮的米線 就在家樓下的麵店買回來 這裡四個人份量 十多元的 新鮮米線 非常容易處理的 有些在樓下麵廠買的鮮蝦雲吞 你可以不用雲吞的 其實我本身有想過 將這件事變成一個高級一點的食物 即是用牡丹蝦刺身切碎拌麵 不過就好像有飲而浪費 所以就用一些正常的 好 我們講一下材料 今集的材料非常簡單 眼前面子豬肉 一隻的花菇 一條青瓜 兩塊蒜 或者三塊 你喜歡重味一點就三塊 少許蔥 好 然後調味料 首先是白芝麻 想用花生碎 但是家裡沒有 就用白芝麻代替 蠔油 胡椒粉 豆瓣醬等 好 這個是剁椒現身買回來的 它是一些發酵的辣椒 它的味道比一般的更加野味 是酸酸的 當然是有些生抽醋 麻油 半湯匙生抽 少許白胡椒粉 半茶匙砂糖 拌勻它 其實這個是基本的調味 大家可以任意加改 你可以重味一點 辣一點 你自己任意改變 現在我們浸透好的花菇 我們就拿一拿乾水 這些菇水要流一流 我們之後是拿去跟豬肉一起炒 菇的味道跟肉碎都很配合 你喜歡就多用幾隻 這次是這個二人份量 一隻花菇其實都夠 青瓜一條 洗乾淨之後 用去斜切 粗一點 吃下去時會有些口感 青瓜跟辣的味道都很配合 有一個好像換成比較清新的味道 好 然後兩粒蒜 我們就輕輕拍一拍 拍開它之後就可以將它切碎 OK 放在一邊 好 然後下一步先混醬出來 兩湯匙生抽 老抽一湯匙 蠔油一湯匙 麻油半湯匙 白胡椒粉 少許 好 這個很重要 鎮光醋 你喜歡醋的味道重一點 就可以加多一點 我就加一個湯匙 輕微攪拌一下 初一點忘記了 切點蔥花 蔥花就建議切多一點 因為我們想那個蔥的香味更香 平底鍋我們加入少許油 一個湯匙左右 好了 中火加熱 好了 油熱的時候就可以將我們肉碎 先爆香它們 這些肉碎大約是100至82克左右 不用太多的 炒香它們除了是拌一拌的豬鬚味之餘 就可以令到它的肉質更香 有些人說是灑的 灑也可以 但是灑就沒有煎那麼香 因為始終有些豬油會釋放出來 拌麵的時候那個味道就會更加香 而且會釋放一些水分出來 我們要炒至少乾身 而且這個麵是絕對適合一些單身寡老 或者是在家不知煮些什麼 沒什麼胃口 而且想便宜 這個食譜絕對適合大家 因為有時不需要經常把東西煮得太昂貴 太高級 很自由的 大家喜歡加些什麼都可以 還記得有很多水 我們炒至少乾身 大家可否看到肉碎開始上色 有些少許焦焦的 這是我們要的質地 你見到它開始彈的時候 就代表它的水分會釋放得七七八八 然後下一步就可以加一些菇 將它炒勻 我們放少許菇水下去 再收一次 平民又好吃 當你看到菇水開始收得七七八八的時候 這個油就可以將它隔起來 好了 慢慢擦一擦鑊邊 油就不要浪費了 開回做中火 我們爆上我們的蒜蓉 這步就很快了 看到蒜蓉 我們開始爆到少許金黃色 然後下一步就可以加入一招 大約是兩個湯匙左右 小火做OK了 然後半湯匙豆瓣醬 OK 關火 記得關火做 然後將我們剛才混好的醬全部加進去 這個汁就會變得比較稠一點 稠一點 就方便我們拌麵 適當分量 拿汁出來 好 放進去 很快而已 分量鐘 滾起就可以了 先隔下去 煮麵這些篩非常有好用的 好幫手 好 先隔了麵 然後將湯倒進去 我們煮雲吞 煮雲吞就不夠了 我們先拌麵 記住 我們的米線是滾起之後拿出來 將醬汁倒進去 拌勻它 假如大家想快手 可以將全部有一次過加進去拌 只不過假如想要少許的表演 就建議大家分部份做 加少許肉碎 少許青瓜 少許芝麻 拌勻之後就可以擺盤 為什麽要分開做 是因為我們想有少許層次感 我們先將麵放在碟上 然後灑上少許肉碎 雲吞 青瓜 芝麻 鋪面 然後少許的醬汁 就淋在雲吞上面 其實這次這個食譜 灑上蔥花之後就完成了 是否非常簡單呢 這個辣度我認為是中辣的版本 假如想減辣 我們可以在炒盡的時候 就減少許份量 不過中辣是我自己喜歡的辣度 老婆都覺得是很好吃的 好 我們今集分享到此為止 我就開餐了 這次這個食譜 只是成本每碟 20元都不用 那是不是很棒 其實不止晚餐 午餐、宵夜、Pack lunch 其實都很適合的 好 多謝收看不熟不食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條片 喜歡的記得要讚好分享訂閱 訂閱之後按鈴鐺 就可以看回所有的新片了 好 我們下集再見了 拜拜